快点进来呀 嫂子 嫂子哥 你们给我出来 月月 你怎么来了 怎么回事这是 我怎么来了 你们两个心里没点数吗 你们是不是不打算给咱爸养老了 爸 你生不如去月月家了 我怎么不知道呀 是啊爸 是不是我们有哪做的不好呀 你可以直接说呀 没有 没有 闪闪 我知道 你这笼笼 你们是孝顺的孩子 哎爸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这意思是 我这个做女儿都不孝顺了是呗 那既然你有儿子 你干嘛每天没事的 往我们家跑呀 怎么 你还想我把工作辞了 天天在家揍你啊 不是月月 我今天去啊 就是 给你送点菜 顺便 想跟你说点事 我没打算在你家住 这还差不多 还有 你别整天给我送菜送菜的谁稀罕你那点破菜啊 这现在几十块人在超市能买一大堆呢 有什么事赶紧说吧 那月月 既然你这样说 那我就直接说了 这你妈走的时候 留下点东西 让我给你们分一分 哎呀 爸 你看走这一路你肯定累了 来来坐这 坐这 快快快爸 来坐这歇歇 我给你捏捏肩 捶捶腿腿 你看 爸 有这好事 刚才怎么不说呀 是不是 走累了 爸爸 爸 我知道 从小到大 你可最疼我了 这我妈留下来的东西 你可得多分为我点 爸 那些东西啊 是我妈给你留的恋想 你呀 自己留着吧 是啊 爸 你自己留着吧 哎 哥 嫂子 你们不要正好 爸 你把那些东西啊 全部都给我 还有啊 嫂子 你只不过是一个外人 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这以后爸呀 就到我家养老了 我给爸养老 月月 你刚才不是说 没空给爸养老吗 现在又有时间了 嫂子 你说这什么话呀 我就算再忙 我也得把咱爸给伺候好呀 再说了 你一个外人 你怎么那么多事啊 爸 你赶紧说 我妈到底留下来的什么呀 给你拿出来让我看看呀 月月 你妈留下的是一张欠条 什么 什么欠条啊 你给我开玩笑的吧 爸 你在这会有谁呢 月月 你也知道 你妈临终前 生了一场大兵 我北桌里面啊 借了不少钱 到现在还没还完呢 这常言说 负债子还 你没 爸 你这句话可说到点上了 这负债子藏 赶紧找我大哥大嫂 他们两个都在这呢 你可别找我 我这都已经是嫁出去的女儿了 这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你这个钱 我可一分都不帮你还 月月 你 你 你什么你啊 爸 我现在可是别人家的人媳妇了 这你们家欠了钱 别想让我给你们还 我可一分都不还的 行了 该说的话我也说完了 管有事呢 先走吧 站住 干什么呀 月月 你说的真是人话吗 这爸从小把你养大 供你上学 这你结婚啊 还跟你之外嫁住 孩子也帮你养大了 你现在这样说话呀 你还是我妹妹啊 就算是养条狗 给块骨头还知道摇摇尾巴呢 这爸怎么有你这么个女儿啊 好啊哥 连你现在也想骂我是吧 你凭什么骂我呀 你给我闭嘴行不行 爸 爸什么爸 别叫我爸 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 月月 你有什么资格叫爸呀 这爸是用来报恩的 不是用来诈取的 自古天道有轮回 你也是有孩子的人 你就不怕将来孩子长大了 这要对你吗 行了 什么一家人啊 谁给你们是一家人啊 我告诉你们 我现在是嫁出去的姑娘 就你们家欠的钱啊 我一分钱我也不会还 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好 月月 这话是你说的 我告诉你 你不要后悔 我告诉你吧 你妈走到时候 留下的不是钱条 是一张卡 这里边有一百万 你妈说了 以后心笑着我 这钱就跟谁 爸 干嘛 爸什么爸 这会儿就罢了 爸 你刚才你有钱 干嘛不早说呀 说什么说 我早说了 我知道你那么不笑着 起开 闪闪 这卡我交给你 以后 我养老 就靠你了 爸 这个钱 我们不能要 有我和龙龙在 你还怕 没人给你养老吗 是啊 爸 这个钱 你还是自己拿着吧 闪闪 你就拿着吧 以后你没孝顺我呢 我也花不到钱 爸 这钱 你还是收回去吧 这孝顺 要是跟金钱绑在一块 这孝顺 不就变味了吗